1943年4月1日,中国远征军出发地广西泉州香山寺,一场盛大的国葬正在举行。 百姓们自发地前往现场为将军致哀,送将军最后一程,仅在香山寺现场就一万多名百姓。 在元旦新年,人们没有辞旧迎新的喜悦,有的只是痛失国家动凉的悲痛和伤心。 许多善良的老百姓还常跪在地,为这个为国捐缺的英雄哀悼。 国公两党领袖蒋介石,伟人均轻转晚辞,何人能够享受国葬,激进哀荣? 他就是抗日战争期间牺牲在国外的最高将领戴安兰将军。 大家好,这里是见识欲经。 戴安兰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吴维市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,父母很重视对他的教育,他的学业也非常刻苦,靠住了陶行之先生创办的安徽工学。 1924年革命风潮涌动,全国有志青年纷纷奔赴广东。 这一年,戴安兰刚满20岁,不过这个时候的他还叫戴炳扬。 他的祖叔公戴瑞府早年追随孙中山,此时正在广东建国粤军第四师任团长。 他写立封家书到他的家乡安徽,让戴安兰到广东与他一起参加革命,为报国改名。 彼时黄埔军校第一期还在招生,戴安兰出到广东,便在其祖叔公的建议下,报考了黄埔的入校考试。 戴安兰从小在四书学习四书五经,曾经拜同城学派明氏周少峰为师,后又跟随平民教育家陶行之先生学习,所以他的文化水平是相当出色的。 考试自然顺利通过,但他最终还是未能被黄埔录取。 为何?原因出在他的身体素质上。 由于戴安兰家境贫寒,一直以来缺少营养,所以长得又瘦又小,根本不符合参军的要求。 入学失败,戴安兰并不甘心。 为了能成功进入黄埔,戴安兰决定先到革命军中锻炼一番。 后来经过一年时间的刻苦锻炼,他的身体果然慢慢强壮了起来。 随后,戴安兰于1925年靠入黄埔军校第三期进行军事学习。 在这里,戴安兰接触到了进步的爱国思想,立志投笔从荣,投身于报国事业。 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安兰,取安定中华大帝,挽狂澜于祭岛之意。 黄埔三期将星众多,有我国早期著名将领非将军黄公略,还有辽沈战役其名将曾泽生,解放战争国军济南城守将王耀武等等。 而相比于他的同学们,戴安兰是一名抗日战场上实打实的战将,立下赫赫战功,乱世出英雄。 大安兰年少得志,军事才华尽献,1933年,诗人第十七军二师145团团长的大安兰奉命前往长城抗日。 在这期间,他亲眼目睹了日军对我国做的种种恶行,对其痛恨不已,并下定决心要与日口血战到底,将其赶出中国。 当年3月10日,日军借助飞机坦克开始向古北口发起进攻,大安兰率领的部队和友军依托防御攻势开始阻击日军的进攻。 经过三天的敖战,终于阻挡住了日军的攻势,给予了日军重创。 但是,145团也损伤严重,团长大安兰也不幸负上。 1938年3月,他又参与到台尔庄战役之中,火攻陶墩,智取猪装,激战郭里吉,立下了赫赫战功。 1939年1月,接替杜宇明升任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,第五军200时师长。 年仅35岁,英军帅气,陆军少将,和平时期是不可想象的。 200师的名头很响亮,是第五军的主力士,对外号称是中国军队的第一个,也是唯一一个机械化士,昆仑关扬威。 1939年12月,大安兰的第200师参加了昆仑关战役,大安兰负责主攻。 此战,大安兰部正庭集团,九个步兵连,七个连长伤亡,大安兰一受重伤。 不过最后,打败日军,取得昆仑关大捷,击毙日军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。 在打扫战场的时候,找到一本中村正雄的日记本,他在日记本中写道,帝国皇军第五师第21旅团,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有刚军称号,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。 但是,在昆仑关,我应该承认,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军队更顽强的军队。 战后,大安兰指挥的第200师因在昆仑关战役中战功卓著,全师受国民政府集体嘉奖。 市长大安兰因指挥友方和重伤不下火线,荣获四级青天白日宝顶勋章一枚。 大安兰被奖金时,暂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。 能有如此优异的战绩,这一切都得益于大安兰将军平时的科学训练。 为了锻炼出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,大安兰将军亲自编写了魔力级正序两册。 这是专门针对基层士兵而编写的军事教育、军事训练教材。 在当时的中国,绝大多数的军事将领所重视的是军事战术的研究,而较为忽略军事技术的钻研。 即便有,也主要是为了培养军事骨干而进行的。 像戴将军这样专门为基层训练而编写教材的,是极少数的。 这一点恰恰是戴将军率才之底线。 作为从基层一步步拼杀伞的大安兰, 他更清楚当时的中国军队缺乏的是什么, 更应该加强的是什么, 同日军之间的缺陷是什么。 大安兰在不断努力加强军队战斗力, 自抗战爆发之后,通过许多人的奔走呼嚎, 团结全民族力量共同抗战, 不少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力量, 也向中国实行人力和物资援助。 位于西南边境地区的滇缅公路, 是当时保证国外物资顺利抵划的重要通道。 然而, 这条在1938年耗费众多人力, 历史近一年才铸成通车的交通动脉, 随着1940年日军入侵越南, 切断滇缅铁路, 变成了当时中国通往外界的唯一运输生命线。 随着越南沦陷, 缅甸变成了日军的下一进攻目标。 缅甸能否守得住, 会对中国战场产生直接影响。 若缅甸被日军攻占, 不仅会导致滇缅公路被斩断, 中国的云南也岌岌可危, 但战场形势与中国而言却很不乐观。 当时的缅甸正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, 而英国由于受到欧洲战场的牵制, 早就已经自顾不暇。 至于抗击日军对其远东殖民地国家的入侵, 则更是有心无力。 当英国政府向我国提出派兵入冕不防的请求之后, 当时的国民政府立即应允, 并迅速征掉了三个军为中国远征军, 入冕协助盟军作战。 负免作战,不幸牺牲。 1942年, 时为第五军第二零零师少将师长的大安兰, 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负免参战。 在同古会战中表现出色, 蒋介石对第二零零师能以八千余人的一支孤军苦战十二天, 抗击日军两个师团五万余人, 并把日军第五十五师团一四三连队, 连队长恒田大佐击毙, 非常高兴。 这一战, 不仅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, 更打出了大安兰的威名。 然而, 等到四月底, 蜡旭失守, 使得远征军回国之路被切断。 而身为最高指挥的史蒂威和罗卓英又跑去了印度, 造成缅甸远征军群龙无首。 缅甸形势急转直下。 偏偏这个时候, 杜宇明又下达了渠道野人山进入印度的命令, 差点将远征军彻底葬送。 1942年5月16日, 大安兰率捕突围, 悲剧终于发生了。 200时在通过朗克地区时中了日军埋伏, 大安兰在激战中腹部重担, 伤势严重, 仍躺在担架上坚持指挥突围。 活着的官兵便轮流用担架抬着他, 与日军周旋。 当时正日缅甸的雨季, 全军上下在大雨滂沱, 山路泥泞的情况下, 穿越荒山密林。 大安兰众因缺乏药物医治, 伤口化弄溃烂, 数次昏厥。 1942年5月26日, 大安兰一行来到缅北茅邦村, 此地距祖国只有一百多公里。 大安兰自知命不久已, 就叫来副师长郑廷吉, 嘱咐他一定要把部队带回国。 在最后时刻, 大安兰让部下帮助整理了一下衣冠, 扶起他向北方瞭望。 嘴里喃喃地说, 反攻,反攻, 祖国万岁。 1942年5月26日, 大安兰将军伤重不治, 牺牲在一国他乡, 年仅38岁。 临终前, 他将部队交给副师长郑廷吉, 并拜托他回国后, 多关照自己几个年幼的儿女。 大安兰去世后, 国民政府发布命令, 追赠大安兰为陆军中将, 并批准大安兰的英明, 入寺南京中列祠。 1943年的秋天, 大安兰的灵鹫由广西泉州, 迁藏于安徽吾湖故里。 作为一名将军, 大安兰为中华民族反抗侵略者, 做到了鞠躬尽瘁, 死而后已。 但作为父亲, 他还没来得及及, 给予儿女们做过的关爱。 此时他的长子傅东才14岁, 幼子长东更是仅仅两岁, 甚至还没有来得及, 记住父亲的容貌, 大安兰为国捐躯时, 王和兴年仅35岁, 带着四个孩子的他, 终生未在改嫁, 生活过得极为艰难。 按照他的遗愿, 王和兴慢慢拉扯孩子长大。 1971年3月11日, 王和兴病逝, 到1974年4月, 兄弟姐妹四人带着他的骨灰, 来到吴湖市小者山大安兰墓地, 这对生死相隔32年的恩爱夫妻, 才又永远地躺在了一起。 将军的报国之情, 永召后人。 另一方面, 他也时时提醒我们, 日寇曾经犯下的罪行, 我们不应忘记, 祖国的今天来之不易, 我们应当好好珍惜。 需要一个选择咖啡吗?